哈喽大家好我是三爺 今天我们来玩The For Long Fertition 因为这游戏跟真军有关 我们就直接叫它真军基金会吧 这游戏简单点就是 有一群人去研究人造的真军 也就是这个蘑菇啊 然后为了造福社会还是什么鬼的 反正这就是这个游戏大概的一个简介 然后呢听着音乐感觉也怪怪的 其实这是一款恐怖游戏了 对我为什么要重复恐怖游戏呢 我一直都在玩恐怖游戏 好吧我们进入这款游戏吧 我发现我最近找的游戏全部都是英文 就没有哪几款是有中文的 这个标志是走上去会着火吗 上去看一下这个基金会到底有什么东西 诶二层 里面好吵啊好像很多人在里面聚会一样 我们下去吧 音乐又变了 天呐 这是个这是个餐厅啊 好吧我们看一下 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 怎么只有盘子啊 没有筷子啊 叉子刀子 之类的吗 哎呦 男女厕所 现在看起来是马和鞋的 嗯 有的血吗 男左女右 走这边吧 哦这边不太对路哦 怎么这么暗啊 我右边走 还是走右边吧 我我感觉右边会正常一点 左边好像更阴森 这就是那个人造真 军 就蘑菇嘛 他造这个蘑菇是为了什么 单纯电影里面的造一些东西的话 反正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啦 真军基金会应该也是做一些表面上是研究这些真军 其实背地里是在弄一些什么非法的实验 这里有警报啊 很明显我们已经进入它的内部啦 Let's go 哦 这才有恐怖游戏的氛围嘛 这门都是不能开的 怎么有警报啊 哦 Jenry the way 2021 2021年1月份 现在是2020年 这个游戏的时间还比我们晚一年哦 他这主机怎么这样放啊 这不是我要研究的重点 我们看一下这里 有没有人啊 哇 你这么大一个公司 连一个人都没有嘛 天呐 连摆设都一样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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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个 八爪鱼 雪姬 这个位置有点不一样 嗯 这是游戏吧 1-1 1-2 3-4 这人可能刚刚在玩游戏 然后被人袭击了 流了一地的血 椅子 顺便也倒塌了 啊 其他位置都很正常 他为什么被袭击呢 啊 我们进去看一下 应该就知道了 刚刚那里有一个 很暗的空间 哇 他干嘛 哇 开灯啊 怎么暗 不会吧 刚刚那氛围挺好的 有句话说的好啊 好奇害死猫 没事就不要乱进别人房间 我的天啊 这个老兄不会就是 刚刚在那里玩游戏的那个人吧 你怎么在这里啊 哦 我感觉这个地方就受到了 怪物袭击一样 可能这些 跟 生化维基电影一样 他们在研究一些 不可告人的实验 然后被袭击了 诶 那里也有个人 实验人员 他倒地了 然后这个蘑菇还是 紫色的 诶 我怎么进入里面 哦 诶 可以进去吗 哦 哦呦呦呦呦 发发发发 他干嘛 碰瓷啊 大网上的 不要碰瓷吧 天呐 你没事吧 他被转了一下 哦 我能过去的 哦 哇 靠你这个地下室有毒啊 这个灯怎么这么高 一时有 一时有灯一时没灯 嗯 哦我就绕了一圈回到这边啊 诶 感觉空气 都是真军 我分分钟 吸进去 可能会死人哦 OMG 这不是我原来的地方吗 我还以为不是 奇怪 诶 他这里受到什么喜记了吗 诶 诶 刚刚也没人啊 这是哪来的番茄汁啊 而且还分布不均匀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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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能上去啊 剛剛在第一次我上去的時候 明顯這裡是很多人的 這個門關著裡面很多人 應該是在開會或者開Party 然後我們進不去 現在 真的是他們在辦公室裡面討論會議 然後我一開始是進不去的 現在可以進去了 但是 全是寫 欸 上面還有個人 為什麼 啊不對 1 2 3個人 鬼啊他們3個人在那上面幹嘛 好像盯著什麼東西 貌似也不像是盯著我 不管了我們進去我們進去 裡面吧 怎麼又是這種直角形的角啊 好吧進去 來到了一個 小型隧道 我的天 不要 前面有個人為什麼 老哥你們 這 都不嚇人 往右走 對吧 等一下 卡了 哦,你幹嘛?你笑個毛啊,你 笑,笑,呦呦 還是笑到我了 我感覺還好啊 等一下,太暗了 不要管他 哎,你笑不到我了 這 哦,這邊 哎,你不要笑好不好 呦,哦哦哦哦哦 你正常一點 你追我就算了 你不要笑出聲了 噓 啊 啊 有時候一些角落的時候沒燈 不知道往左還是往右 他的笑好 奇怪 正常一點好不好 哦哦哦哦哦 流雷 哦,可以 YES 我出來了 問題不大 嗯? 哎,我看到了 前面坦這個人 上面站著人 怎麼黑屏呢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他會突然出來笑我 我的天 還好我拿掉耳機啊 不然又被你嚇一跳啊 這封面話呢 這三個人站著的 不會就是 剛剛在樓上的那三個人吧 分別是穿紅色衣服 白色衣服和黑色衣服嗎 躺在地上的可能是那個玩遊戲的老哥啊 被抓到這邊來了嗎 謝謝你 謝謝你的遊玩 希望你會喜歡 這遊戲 理論上應該是結束了 這個老哥 其實就是我 最後躺在地上的也是我 把我弄到地上的 就是那正在上面的那三個實驗人員 至於為什麼那三個人要把其他人全部都幹掉 也許是這三個人合起來 不想讓另外的實驗人員 得到他們研究的這個真軍 然後把其他人全部都幹掉了 包括我這個好奇心很重的人 這就是這個恐怖遊戲 我大概能猜想到的一個結局啊 好吧 那麼我們今天的這個 真軍基金會 就玩到這裡吧 對 真軍基金會 那麼喜歡的小伙伴們 記得 點讚收藏 關注三連一波啊 謝謝你們啦 掰掰 see you 掰掰 掰掰